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淑女家務事 我跟你講 今天真的有很多的好料 我覺得要搭上我們現在 最流行的食事 因為最近不是有一間壽司餐廳 然後推出了一個方案 就是你只要名字裡面有鮭魚的話 你就可以吃到很多 好吃的鮭魚壽司 我想它的靈感 應該是來自於 所以你知道 就是大家都趨之若無碼不惜改名 表示我們台灣人真的很重視吃 沒錯 所以今天我就改成 這樣我想吃的三種都有 連漏了一個海膽 對 對 所以今天其實 從一開始坐在這邊 我到現在 我那破意一直在分泌 整個肚子都咕嚕咕嚕的 從早上起床 眼睛張開就沒有再進食過了 就等著今天 而且我們今天是 有沒有 對 你看看我們現場有多少好料的 我家旁邊就是漁港 所以從小來看 龍蝦 干貝 海膽 一撈就有了 隨便撿 沒有錯 所以像我家現在必備的 冷凍庫打開 就有 然後海膽冷凍起來 因為我阿嬤從小就是會去海邊 把海膽拿回來 就從石頭翻開 其實就是直接 就是一顆一顆 對 一顆一顆的 所以你們家 真的發現 你租的是哪個海邊 你租的是海膽 好想去住喔 而且 離我家很近 對 離他家很近 同一個漁港 我們混同一個漁港 所以是阿嬤潛水下去 不用潛水 不用潛水 阿嬤是潛水撈的海女 撈就好了 撈撈 對 直接撈就撈得到 然後直接剖開 就是黃澄澄的海膽 沒錯 但是小時候不敢吃 就覺得那什麼東西 阿嬤就覺得 這個食材很好 我一定要讓我的孫子吃 所以它就搭配蛋 然後把海膽跟蛋一起煎 所以就我今天有帶來 給大家吃的東西 這個小樓台 然後像現在 它就直接拿說 你看這個 如何 可然你很會 你很會做浴紙燒耶 是不是因為你餓了一天 沒有 因為它做的 它的那個浴紙燒 外面就已經恰恰了 然後可是它中間很嫩 對 吃大海的滋味 對 又發 你真的是被藝人 耽誤的廚師耶 真的 你也覺得很好聽 我真的在講飯吃的好不好 那是我們座位誤掉 我覺得它真的很像 分子料理耶 因為它完全是有海膽的味道 但你沒有海膽的口感 它已經變成QQ的蛋的 那種口感 分子料理 對不對 菜脯蛋的分子料理 就大家真的可以在家裡 試做看看 但真的不好買 因為 六顆雞蛋 大概用了 快要三十顆的海膽 對 一盒 然後把它冷凍起來 那你自己在家裡的話 你會買哪一類型的高級料理 高級食材 我自己是很喜歡先去吃 很多高級的餐廳 因為你吃了之後 你才會認識這些食材 所以像上個禮拜 我朋友生日 我們就去吃 目前算台灣最好的 鐵板燒 在某一棟大樓裡面的四十六樓 對 晚餐 那它的晚餐就真的很厲害 從河牛 然後到它的鯛魚 然後到它的海膽 整個搭配 所以回去之後 我發現我家有海膽 可以用 但是我就發現 河牛要去哪裡買 或者是像 我很喜歡吃海鮮 那些帝王室要去哪裡買 我就會看直播 而且直播 可是看直播 我覺得他們真的有一種就是 燒得你心癢癢的 就立刻加一加一 你早上喜歡半夜直播 很恐怖 對 就加一加一加一 然後起來就一大箱 可是這一種 我都每一次在看直播的時候 我都有點擔心 想說它給我看的時候 這麼大一隻 然後那麼漂亮 送到家裡生價 送到家裡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 也會跟直播是一樣的 我會有這種擔心 我目前買到的 如果用時間 買十次的話 大概有九次都是滿好的 對 還不錯 但第十次可能就是 有一些像包裝會漏水 或者是像大雜蟹 可能有一兩隻比較 已經沒有氣的 但是也不影響到 其他的新鮮度 走掉了 對 雜蟹 我怎麼懂 我也買過 大雜蟹沒有氣 是指它往生了是不是 就走了 沒有冒泡泡的 就是是不是就不能吃了 絕對不能吃 這個要非常跟大家講 你吃很容易拉肚 我在東北就吃過 死掉的大雜蟹我不知道 結果我躺在床上就躺四天 我連爬去上廁所都有問題 不是變成橫的嗎 感覺被大雜蟹附身 你是這意思 因為一直拉肚子 腸胃炎喔 腸胃炎很嚴重 對啊 好可怕 所以海鮮還是要吃新鮮的啦 一定要吃新鮮的 海鮮的細菌 它是以等比級數增加 就是一變二 二變四 然後四變十六 所以它會長很快 所以只要有發現往生的 我們就要咬著牙放棄它 跟它好好道別 對 道別 那除了像直播之外 溫川跟團媽 現在就很紅 很多團媽都會嚴格把關 像我旁邊這位 我就跟她的那個 伊比利豬 真的腰瘦好吃 而且比市面上那種 頂級超市來得便宜 真的 這麼厲害 可是宇翰應該也吃過 很多好吃的 而且她在購物台 她都認識廠商 應該可以拿到 很好價錢的好吃 對 因為我現在把 吃東西當作 一種生活的樂趣 所以我都每次都說 我自己就是不是在吃東西 就是在去吃東西的路上 對 正如來講 是一種生活樂趣 所以只要什麼 哪裡有開心的餐廳 我就會去吃 那所有的食物當中 我最喜歡 因為我是肉食主義 我最喜歡吃牛肉 因為牛肉很需要功力耶 沒有 是 我跟你講 她的理論我懂 真的 妳買好的牛排或牛肉啊 真的 但是這樣子有一個前提 就是那等級也要夠好 對 妳講到一個重點 對 所以我後來 因為妳也知道 就是我到超市去是什麼 都不知道 什麼東西都不認識 所以後來我也學會看直播 而且我發覺直播有個好處 像我跟她買和牛啊 他們和牛都是 整塊整塊的原肉 對 這樣子 對 整塊整塊的原肉 它可以客製化 譬如說我可以跟她講說 我今天要做牛排 它可以切厚 我今天想做火鍋的蒜肉片 它可以幫我切肉片 我覺得客製化是很方便 所以你可以直接跟她 Oder說我想要牛排 還是要肉片 對 你下訂單 你就可以付出 或者你要精修肉 我把旁邊的那些油花 全部都修掉 它都可以處理 然後再來我買回來呢 因為太複雜的調味呢 我也不會 所以我後來就學會說 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 我買很多種鹽 對 因為不同的鹽 可以幫牛肉加分 因為調醬子我也不會 像我家裡面 譬如說有松露鹽 這是基本的 對 然後這是義大利的粗鹽 然後有的鹽呢 它會加像在國外買的 它會有一些加一些香料進去 譬如說這個是有加迷迭香的 然後這個還有加番茄 加一點點辣椒的 這是應該最好吃的 對 它就是不同的鹽 然後譬如說像松露鹽 有時候我搭白酒 我覺得也很搭 然後因為 你會搭配一些飲料 有時候有一點有酒精的飲料 不是 因為我爸不喜歡 我在電視上講我喝酒 所以會搭配一種飲料 葡萄做的飲料 對 發酵做的 婆婆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媽媽壓力比較大 對 就是爸有一些 葡萄發酵過後的飲料 會互相搭配 牛排不是就紅肉都搭配 紅酒就好了嗎 對 有時候就家裡就是 就白葡萄發酵的 還沒喝完的 我會 所以已經喝出心得了 是不是白酒要配什麼鹽呢 像我覺得搭松露還不錯 對 真的 然後下次來試試看 對 紅酒我有時候搭粗鹽 或者玫瑰鹽 我覺得海鹽什麼都很OK 我們有一次也是在家裡 很想吃牛排 然後做做做 硬是看著YouTube 然後上面學怎麼煎牛排 我跟你講那天 然後我們全家就是 在那邊切牛肉 然後吃就是覺得 怎麼沒有很好吃 然後自己就很挫敗 然後他就想說不行不行 一定是牛肉的問題 後來他有認識那種 海鮮大盤商這種的 就是他就買了一塊牛排 那我時候一塊牛排 沒什麼了不起 後來送來的時候 他是說 七萬 什麼東西 七萬 對 七萬 一個頭大片 然後我打開看 就這麼大塊 我就說這是怎麼吃 和牛嗎 對 和牛 它就是用原肉 然後他就很好心地 幫我切了 有兩公分厚的 還有一公分厚的 然後我的整個冷凍庫 就都是那個 七萬的肉排 我就是要鼓勵他的廚藝 他才不會花大錢 亂買牛肉啊 對不對 對 要不然就是要跟到團嗎 像配雞這種 真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 愛吃這件事情 會激發一個媽媽的潛能 因為 有時候現在我孩子還小 有時候有一些高級餐廳 我真的也不方便帶他們去 可是我又很喜歡吃東西 所以我就自己可能會買一些 比較好的食材 就是譬如說鮑魚 然後我可能就想說 我就說 我覺得孩子最近要補補身體 所以我孩子又很喜歡 妳是整鍋鮑魚煮湯 沒有吧 明明就是蛤蜊雞湯 鮑魚蛤蜊雞湯 鮑魚在哪裡 鮑魚在上面 黃色那個 我們不能放太多 不然讓老公覺得我很奢侈 對 然後 很少人 這樣還看不出來嗎 很少人會買鮑魚回家 自己料理的耶 真的 然後就是煮雞湯 而且那個鮑魚畫得很功能 還很專業 像妳想說翻個樣 然後下面那個肝是 我會覺得像芒果 它翻起來 可是它可以煮那個 鮑魚乾的那個粥 海鮮粥跟兒子在家裡吃 然後那鮑魚的話 突然因為孩子喜歡 然後這個是伊比利豬 就剛剛講的伊比利豬 它真的煎起來 就是西班牙伊比利豬 它是前五名的那種 但是我就是找到好的廠商 然後自己開團 然後自己吃 那這是怎樣 不會吧 帝王蟹 那因為我沒辦法去外面 吃帝王蟹 然後我就自己在家裡 搞了一個帝王蟹火鍋 而且其實他們 這個照片只是局部而已 旁邊還擺了那個 澳洲的生食級干貝 就是雪白干貝 然後還有鮑魚 你家那種伙食 會不會也辦得太好 那因為我們把主帝王蟹 不是要用大胃鍋了嗎 八個人吃不完耶 所以我就是會 就是激發自己的潛能 然後剛好疫情這一年 你又不是很想要 常常一直出去嘛 對 好厲害 這一年在家裡 可是偶爾也是會出去吃 平常吃松露 因為在家裡 就只有那個松露鹽 然後是松露油對不對 這個一定要 就是叫服務生 現刨松露義大利麵 然後要刨滿 而且是海松露耶 對 很厲害耶 再來這一額海膽呢 雖然我不住在海邊 沒有會踢到海膽的阿嬤 但是這個 因為這個師傅 因為我其實不敢吃生魚片 然後但是有時候 就有一次就是 我老公生日 我陪他去吃日料 那我就什麼都不敢吃 然後只能在那裡吃玉子燒 然後又沒有加海膽 對啦 然後師傅就問我說 師傅就問我說 那妳敢吃什麼 我說其實海膽 我滿喜歡吃的 他又說來 他就拿出這一盒 他說這是今天到的 第一名的紫海膽 紫海膽 那個非常貴 然後呢 他就捏了一罐給我 然後捏了一罐海膽 我說師傅 那個要多少錢 他說這一罐 兩千 他說一罐兩千 但是我跟你說 因為我什麼都不能吃 你知道旁邊的人 都吃得那麼高興啊 我還是給他吃下去了 妳老公壓力很大耶 我也覺得 他加一個月火食費 要多少錢 海膽 我覺得那一罐吃下去 我這一年的人生值得了 菁呢 我想問妳 就是妳吃了紫海膽的口感 然後跟一般海膽 它到底哪裡不一樣呢 因為它價差這麼大 一般海膽 妳在吃的時候 其實我有時候最怕 有時候就是會貪小便宜 想說這個海膽看起來好便宜 可是吃下去 你知道就是濃濃的那個 藥水味 然後而且很刺鼻怎麼講 就是那個口腔 可是這個就是很溫順的 那種大海就是 妳好像 海膽是夢幻海膽 就是海膽 它要在特定的水溫 還有特定的流域 在日本它才能活得下去 對 然後另外就是說 因為我喜歡自己在家煮 然後就可能喜歡在那裡 好像假裝自己也有出去玩 然後很高檔那個感覺 我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 它其實一開始是 西班牙有一個主廚 它是米其林三星的主廚 那它一開始在它的餐廳 研發出來一到呢 就是它裡面就是 看起來像珍珠 看起來像魚子醬 可是它裡面包裹的呢 就是是不同的味道 分子料理 對 分子料理 然後這個東西 你知道因為它看起來 這樣小小以外 你隨便比如說這個海膽 或是牛排 你還有譬如說巴薩米克醋 然後你就是譬如說豬排 或是什麼 你把它這樣擺在上面 我跟你講 然後還有檸檬 胡椒 你放在干貝上面放個幾顆 你在家裡都覺得 你好像有米其林廚師 在給你弄 可以讓我們試吃一下 這已經快變度假中心了 對 還有那個母酥 我突然覺得 我就是主持這節目 福利好好 其實原本分子料理這個東西 是因為很多人是 不喜歡吃東西 它有厭食症 所以它把它食物的外型 改變成那些 厭食症的人可以接受的 所以它可以在裡面 放它的藥 或是它一些營養成分 在這顆小小的東西裡面 很香耶 超香的 一定是很搭料理 一餐 然後甜點 好吃耶 聞就有感覺 很甜甜的味道 對 我跟妳的應該是 它有點太非糖的味道 對 鹹椒糖 我剛剛講 牛奶糖的味道 好香喔 你擺在甜點 然後還或是你配黑咖啡 然後你就這樣一吃 你就會覺得很幸福 好好吃耶 感覺好像很 很焦貴的食材 我剛剛很適合 不是 你們在料理的時候 這弄 你加個兩顆 馬上變米其林啊 但是如果我真的買了 這個醬料 我不會告訴小孩 我有這個東西 沒錯 因為小孩會吃 好傷喔 我都是每天早上自己弄沙拉 然後媽媽自己家兩吃 我只不過有一天 比較晚起床 我的小孩自己 就是烤吐司 然後在那邊沾醬 然後在那邊吃得很開心 然後說怎麼那麼好吃 又再吃一片 你知道 算是吧 真的 你應該拿草莓醬 媽媽講說 媽媽這個巧克力的味道 怎麼不宜 我還想說 妳知道嗎 就是兜裏 因為他冒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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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 是美食的 沒錯 大家都喜歡美食 對啊 只是說 我們又不可能每天吃河牛 也不可能每天吃鮑魚 對 你只要就是適量 然後也就是搭配蔬菜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行 是 對 因為 搭配蔬菜 果然是營養師 然後 我們都忘記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不是 我剛剛 因為講那個鮑魚 然後我也想說 那我也想要就是來 自己買來吃看看 我一直覺得 就是它怎麼好像 就是我怕它 會不會就是不夠熟 或者是那個沒有殺菌 就是煮到最後 我在吃的時候 就覺得我好像在吃橡皮筋 所以妳是營養師 我們是廚師是有原因的 對 所以 是我覺得很浪費 因為那一罐就好幾千塊 然後這樣子煮 然後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結果吃一次就 算了 我們還是去外面吃好了 因為我有收過那個鮑魚罐頭 我真的打開之後 我是這樣拿叉子這樣 一顆一顆吃 就直接就吃了 根本不知道怎麼處理 就是一般人不會做的 一般人真的不會處理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今天淑女很貼心 我們馬上就來開一個廚藝教室 好 今天就讓大家感受到 俗女鐵板燒 和鍋物料理店 要來正式開張 謝謝 歡迎 歡迎 歡迎來到 俗女鐵板燒的鍋物料理 今天我們幫各位貴賓 準備了我們的頂級的這個菜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謝謝你們 選一下主菜想吃什麼呢 主菜 主菜可以挑一下 對 主菜可以挑一下 那我覺得既然我們的A5和牛 就在第一個 不如我們就從和牛開始 你覺得怎麼樣 厲害 果然是個高手 和牛為什麼貴 簡單來說你想想看 你從小到大 剛出生 就有人每天幫你按摩 對 然後還要唱歌給你聽 哇 心靈上的療療 然後在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會給你喝啤酒 賣製作的 所以它很珍貴 而且你這不是冷凍的耶 冷藏才是王道 對啊 因為凍過之後 口感整個不一樣了 這我要講一下 其實你只需要這麼大的火 然後熱鍋 幾乎不用思考 放下去 對 來 什麼都不用做 我才覺得 扔進去 不用動平 不用扔平吧 多了 真的假的啊 要隨興一點 沒有 果實說是 這樣做一定有原因的 好 你是不是發現 開始有點焦焦了 焦焦了 在緊張變 真的好笑 淡定 好可怕 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來就可以吃半熟的 對 你只要一邊焦即可 然後你現在拿掉 來 焦火 管火 你看 這邊要焦 另外一邊要生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還生的 可以嗎 相信我 這顏色 這不是在開玩笑 難怪你不扑平耶 因為它這樣子剛好那個 生的熟的 是這樣子的 好 溫度才熟 硬硬是很厲害的 對 然後加上我自己有一天 做的那個特調 我已經口水一直在分泌了 謝謝師傅 還有另外一種做法 在煎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用 再噴 火焰噴漿再噴 對 炙燒它 炙燒它 這時候都不要調味喔 記住千萬不要放油 因為它自己就有油了 聰明 對 對 相信我 原來和牛是這樣子煎法 這樣吃的 不過其實不只是和牛 只要油脂多的肉 都可以這樣做 是真的 因為我剛剛有吃 那個肉就是要煎到這樣 恰恰 沒有 肉好了 東西食材 對 真的 真的好好吃 真的好吃 自己剛剛也吃了一口 冰很大 我們大夾子夾這樣 我們三天前就開始餓了 師傅 但我們不能就是只吃 我們還是想要有一點 增加一點自己的嘗試 或知識 還是要加知識 對 因為你看我們今天幫客人 點的是這個和牛的 牛肋眼 肋眼 肋眼對不對 所以肋眼大概是 牛的哪一個部位啊 好 和牛部分呢 我們剛剛吃的是 沙朗 就是肋眼的部分 你想想看 這麼小的部位 骨頭跟骨頭之間 只有一點點耶 而且 而且因為這個骨頭之間 它不會運動 所以它油花 最好吃 那我們每次去吃牛排的時候 不是就有沙朗啊 菲莉這幾樣 那我們怎麼知道 我到底是適合吃哪一種的 你知道看到有什麼 ABCD啊 A5S A3啊 素質越小越貴 像肋眼沙朗的話 它就油花多 它家庭主婦煮 它是最方便的 它也沒有筋 妳也不用聚精啊 對 往十里煎 就這樣煎 往十里煎 然後就可以吃 對 那我們要考考大家耶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吃了這個和牛嘛 對 然後和牛如果差不多 三百克的話 你們覺得要多少錢 我曾經在日本吃 和牛算算過 它真的只有給我兩片肉 是六千塊錢台幣 要 我去那個真的松阪 就日本松阪吃松阪牛 然後整個晚上 就是其他都在烤蔬菜 就最後那一片肉拌飯吃 就一片而已 真的也是三四千塊台幣 對 真的 那你們猜一下 我們今天的A5和牛 三百克多少錢 三百克 答對的話可以再來一口喔 對 這一定又答對 主出親自位置 我都自己夾心 兩片我覺得大概一千五吧 那 我也覺得一千五 差不多 兩千 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樣 就賭這個位置 賭這個位置 好 來 郭師傅 我覺得至少應該要三千塊 你加入差有點不公平喔 對 你這樣後面 我都不知道接什麼 你知道嗎 你也想要被位置 這一題沒你 這個帥哥廚師是太搶戲了 所以是三千塊 所以我們的證券解答就是 三千 怎麼樣 厲害吧 真的厲害 廚師知道這個耶 所以要餵食喔 對啊 你知道餵食 所以我餵你嗎 只有畫面都要餵 你剛剛分出來的耶 好 那一定要 那有什麼問題 來 所以這時候會有愛心的特效嗎 怎麼講話不生話 就你吃了 你看那個後浪這樣 來勢熊熊對不對 對啊 我們是前浪已經快食了 通常我們廚師 都會幫前輩整理廚房 所以這個沾板 我幫你收就對了 好懂事喔 在可怕 真的 太懂事了 好 那我們這個 和牛吃完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那我們接下來 要上什麼菜啊 我覺得一般 講真的一般家裡 真的沒辦法一直吃和牛 真的沒辦法 那如果我今天 也想吃得不錯 我可以用什麼牛代替啊 我今天特別推薦 台灣的愛馬仕牛 好厲害 又生生了是不是 這個下飆一定要中 全台灣只有一個地方有產 就是嘉義跟台南 溫體牛 溫體牛 大生 對 好 那要怎麼處理它 溫體牛我建議大家 自己在家裡做 不用跑台南的話 雖然我們鼓勵大家去台南 對啊 好好吃喔 其實只要準備一鍋水 把它燒開 就只要水 沒有任何的秘密武器 其他都多了 水管對不對 對 肉 扔進去 喇喇 起來 就這樣 一定要這樣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對 而且我覺得溫體牛完全 有三秒嗎 熟的時候也是很同色的 那是什麼醬 來 這什麼醬 你用秘密武器了是不是 沒有 我要你們吃完 看那個表情 我再跟你們講 來 請夾 因為我舌頭有很刺激的感覺 這個我 柚子 味噌 對 那個 沒有味噌 其實就是醬油 一點紹興酒 對 你有果醬 酸的就扔進去 有日本柚子醬更好 扔進去 對 就是我裡面 大家一般可能用是水 我用是市售的雞湯 直接用雞湯當底就對了 這個婆婆媽媽很喜歡這樣做 牛肉真的好好吃 對 這也可以做炙燒 台灣自己的等級牛肉 其實也非常的好吃 台灣的真正的愛馬仕 沒錯 而且其實在這個廣師傅介紹之後 我們突然覺得說 和牛我們好像每個人都可以處理 不太需要廚藝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 我們這個牛肉 已經吃得非常的滿足 可是我們還有煮菜 今天是海洛大餐的結合 對啊 那我們就繼續好 下面吃我們就來吃 法國藍龍蝦 好漂亮喔 好不只是我們就是有 美味的頂級食材可以吃 而且還有這麼帥的小鮮肉耶 你現在的態度 怎麼跟剛剛都不一樣 差太多了 我就要他變鄰居阿伯 在吃 本來廣師傅是很有人氣 很受歡迎的 但是小鮮肉一來 真的 有誰不喜歡小鮮肉 而且那我講他整個還在害羞耶 真的喔 我們一直以為想說 他那個藍龍蝦的別名叫 Sit down please嗎 阿姨 你要不要給阿姨 穿這一套Sit down please 意大利民視設計 對 可是我們 好厲害喔 我們不要看喔 傑夫看起來很年輕 小鮮肉 他非常的專業對不對 之前是專演這個法式料理的 在國外也待了很久 好 那是不是今天準備的 不是這個藍龍蝦 對 一般大家如果在市面上 買到的龍蝦 可以用燙的 也可以用蒸的 對 燙的話其實可以在水裡面 放一些些鹽巴 但我的點就是說 我總覺得如果我煮過熟的話 它會肉變得非常的硬 對 所以會有訣竅嗎 煮這個龍蝦它有一個訣竅 像我今天這隻龍蝦 它的重量可能八百到一千克 那這個龍蝦我們要煮的時候 盡量水滾之後把它丟進去 對 丟進去之後呢 熬跟肉的時間不一樣 熬的時間可以煮稍微久一點點 龍蝦我們一般燙大概五分鐘左右 剩下的五分鐘用燜的 它就會保留住它的水 所以就是不要把那個火這樣子 一直滾 不要一直滾 它會很老 一定要用燜的 對 而且它的水分可能就會 通通都被煮掉了 好 那這個我們就直接吃 還需要什麼醬料嗎 我想跟宇安撿進一點鹽巴 好啊 是啊 我覺得有一些團媽 就在這時候應該要出生的 但就不然一定要來 對 妳要問一下配齊才對啊 真的啊 對啊 妳要關心一下 妳覺得可以配什麼珍珠啊 我覺得我們可以配 我覺得乾脆的 我不要焦糖喔 還有黑蘇莉 黑蘇莉 黑蘇莉可以 黑蘇莉不錯 配黑蘇莉 剪刀翻炒喔 怎麼樣 妳說這個嗎 就是我想問一下 這麼好吃 這麼可愛的龍蝦 它藍龍蝦跟一般的龍蝦 它怎麼不一樣啊 其實藍龍蝦比較特別 它在成長成像現在這樣大小 它其實要經過三十幾次的換殼 換殼 對 因為它要 它這樣才能長大 因為它的殼比較硬 所以它為了要長大 要長到這麼大 它其實要花大概七年的時間 它這麼辛苦的才長大 都這樣 然後我們就把它給吃了 沒錯 七年耶 才能長到像大概這樣 每兩百萬隻龍蝦裡面 可能只有一隻是藍龍蝦 所以真的是非常稀有 所以它原本的殼是藍色的 它原本的殼應該像 波士頓龍蝦一樣 它算深的青色 對 那這個就是藍色 因為我們現在燙好了 所以看的是紅 所以它是不是 等於是龍蝦的突變種 變成藍色 還是它本來就有這個品種 其實它算是品種裡面 但是現在有專門在養殖 但是因為它 它的要求的環境跟水域 其實也是極其嚴苛 龍蝦裡面的帥哥啦 對 就是跟蝦不一樣啦 老友的帥哥 我真的覺得它的肉好甜喔 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搭配你那個 黑出力的 可是它那個肉 真的本來就好甜喔 我覺得龍蝦跟別的不一樣 就有點茴肝 它後韻是微微甜 然後又帶點香香的 那種大海的感覺 不一樣標籤的那種蝦味出來 藍色 蝦味 是 宇恩很會講喔 那今天不好意思 你進來買單了喔 可以幫我們買一下嗎 這個法國藍龍蝦 這樣子一隻 多少錢 這一隻啊 他剛剛有講喔 兩百萬隻才有一隻喔 才長了七年 才長了七 那還長七年才長三十五分 這隻大概要個八千吧 其實老實說 它的數量少到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還沒吃過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要多少錢 三千 不是 一隻一隻三千耶 那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和牛 剛剛那個和牛 像是兩片這樣一 對 這個是指 就是說我們在餐廳吃的價格 對 我們在餐廳吃的價格 對 可是如果今天師傅 教我們的料理方式 我們學會了有沒有 我們就跟團媽 自己買回家吃 可能就不用那麼貴 但是它真的有它的珍貴性 因為它長大好不容易喔 真的不容易 而且是口感真的很鮮甜 很好吃 但是並不是 我們怎麼可能天天在家裡 吃龍蝦過什麼日子 剛剛爸媽上班都憂鬱了 就在講說 我都來不及賺都被吃掉了 所以一樣想要這樣品嘗 好吃的這種海鮮的話 我用什麼蝦來代替呢 我們今天用一個明蝦 就有 豐富性撈的大明蝦 所以口感可以媲美嗎 我覺得真的不輸 你看它原本這麼大隻耶 對啊 好漂亮喔 真的是 端架耶 真的是可以當主菜的 很透明耶 真的 很新鮮 好 所以捷布已經幫我們 去殼去好了 對 OK 那我們需要準備什麼呢 我們這邊有準備一點橄欖 這邊是匈牙利紅椒粉 那裡面有放一點鹽巴 跟黑胡椒 把它拌圓了 你人真好 都不像有的師傅就說 是祕密武器 是對不對 對 都會說表得金起來 不是 我們年齡差三十歲 這我會忘記嗎 你看起來完全沒有 來不及了 像小鮮肉一樣 我都給你吃了 完蛋了 就是不能得罪廚師啦 可以得罪營養師 然後這邊要準備一點點的雞汁 雞汁 就是濃縮的雞汁等等 可以帶一點點鮮味 只要一點點就好 好 那我們先熱鍋 首先這個鍋子 我們熱到冒煙了 對 我們放一點點橄欖油 我非常喜歡用 出炸的橄欖油 這橄欖油可以稍微 多一點點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等等這個油 跟這些所有的鮮味 全部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沾著這個麵包吃 會覺得 這傢伙是高手 我的天啊 所以這個油一定要多 現在應該會噴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會靠臉吃飯的 黃師傅真的也太害怕了吧 這個油噴很可怕 對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蝦子給丟下去 我們看這個蝦的表面 已經熟了 對 我們就放蒜 對 蒜的味道很重 所以是非常講究的 但是因為我蒜切得很細 所以這個時候我剩下的料 我都可以接得下 因為這個蝦 其實它的等級很棒 我們不用吃到全熟 對 所以會有一點半熟 很香 很厲害 對 冒煞蝦 它全部回在一起 你們有沒有聞到很香 我們這裡還好 你們還沒聞到 你們還沒過來 你們有聞到嗎 超香的 很嗆耶 我覺得控制不好用 對 這時候差不多 我們已經可以關火了 我們把這個新鮮的 巴西裡加下去 這是非常專業的手機 真的喔 對 算不是拿來爆香的 是中溫之後呢 才加進去 對 你看 超級喔 看起來有夠味味的 天啊 捨不得吃了啦 沒有 我看到傑夫在加油的時候 很想跟他說不要停 好可憐 捨不得吃 忠然覺得 勝過藍龍蝦 真的 真的假的 哇 我們現在終於知道 廚師葉講的那個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對 說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謝謝 真的好吃 這頂級食材 窮瑞你知道 你現在在上班嗎 可以講兩句話嗎 我旁邊有做人是不是 對啊 營養吃就負責吃了是不是 真的超人氣 對啊 好像都沒有得我 可以講的第一次 你就默默吃了 有啊 妳可以講擋庫存啊 營養的強分都很高 沒有 我不會講擋庫存 我會說女生要多吃 因為它很多抗氧化的那個 礦物質叫做C 十字變的那個C 所以它被女生 養顏美容其實很好 所以這個C 是只有藍龍蝦 明蝦有 還是我們一般蝦也會有 也會有 但是這個含量會比較高 求願苦力 我們多吃一點 你會給配機械口 對啊 我比較好奇 因為它有用那個紅椒粉 對 那它還搭配什麼 那個味道最後 跟我們平常在外面吃的 蒜味它真的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應該是橄欖 在裡面稍微炒過之後 它的風味出來了 所以它們融合在一起 對 那那個煙燻甜椒粉的香氣 跟蒜的香氣 如果有把它炒出來 這個味道就會很飽 然後其實那個麵包 一定要沾著那個油去吃 對 我真的要講 它加了最後那一匙油 然後加這個麵包 好好吃喔 真的厲害 通常我在西班牙工作的時候 我就喜歡 每天下班就點一份 然後就拿那個麵包 就直接 按進去吸滿的油吃 馬上又要送下一道菜囉 捨不得 來到現在已經覺得超幸福了 雖然已經有一點點飽 但是還是想再吃 一定要的啊 所以我們現在是黃金六兩 謝謝 是哪一位師傅送給我們黃金呢 是可以吃的 大家不懂了吧 不懂耶 其實講黃金六兩 如果師傅突然問我說 今天有黃金六兩 妳要不要吃 我還真不知道 黃金六兩是什麼 但如果說是豬的 最珍貴的肉的話 那我就大概知道 一點點 好 枕頭豬只有一點點 哪裡 所以你們 老鼠肉 算嗎 它也只有一點點 不算 老鼠肉不算 對 老鼠肉不算 我們來看一下真正的那個 解剖圖好不好 好 對 所以黃金六兩指的是 黃金六兩就是 其實就是大家俗稱的 豬頸肉 這裡 松阪豬 松阪豬 所以只有那麼小一點點 只有那麼小 就這麼小 所以一頭豬只有六兩 只有六兩 兩片 這是很珍貴的肉 非常珍貴的食材 所以叫黃金六兩 它口感是怎麼樣呢 其實它沒有什麼油脂 它雖然很雪白 對 它也沒什麼筋 對 可煎 可燙 而且你感覺是已經燙超熟耶 這樣不會過老嗎 這就是它完美的地方 來 大家看一下 仍然保持Q彈狀態 它完全是為 手殘媽咪所設計的 我覺得其實廣師傅 大家都很喜歡它焦的 因為都是我們可以穿的 要簡單操作的 不需要足徑 那我就要先吃囉 所以你們這樣子就 有一兩了嗎 好 那我在分食的時候 我先讓那個 我們帥哥主廚 先來處理下一道 它這個看起來很厲害 哇塞 傑夫你幫我們準備這是什麼啊 我沒看過耶 這是一個 我覺得它的稀有程度 這麼顏色喔 對 不輸藍龍蝦 所以它這個顏色的貝殼 多麼漂亮的顏色 對 這是什麼 鮑魚嗎 對 這是紐西蘭的深海藍鮑魚 也不藍色喔 好藍色喔 我跟你講 據說 那我們今天吃它 我們就吃它的原味 好 我們就不要過多的焦味 我們就放一點點的鹽巴 這鍋裡面 我們要放一點點的油 我們去煎它 就這樣子啊 好漂亮喔 然後我剛剛才剛剛認識 你就這樣 乾淨 這太快了吧 你想要醞釀酒一點 是 我們這邊準備了一點點 威士忌 要做一個 要做一個火焰鮑魚 我們想把這個酒的香氣 留在這鮑魚裡面 所以我們把這個酒 放下去 好厲害喔 甜蜜蜜蜜 真的很好吃 厲害 我們用剩下的一點點的酒 然後跟這個餘溫 我們把它悶 稍微悶一下 稍微悶一下 好 那我必須要強調 我怕你把廚房燒掉 我們家只要開火 大家都嚇死了 對 對 這個鮑魚差不多了 對 燜得差不多 這個威士忌的香氣 真的好棒喔 真的耶 你們那邊 我這個風水真好 我這個位置 對啊 戶鼻來這香 鮑魚把它取下來 基本上熟的鮑魚 泥蛙 對 立刻就起來了 一般鮑魚在吃的話 它有兩個地方要注意 因為有些人 他其實不太敢吃內臟 對 其實這個內臟是可以吃的 對 主要不能吃的東西 是它這裡有一個嘴巴 這是它進食的地方 我從來不知道 鮑魚要把嘴巴拿掉 只要這個東西拿掉了 它所有的東西 都是可以吃的 這一集真的太幸福了 別變那個顏色 所以我都不用沾醬 對 因為剛剛我們也放了 一瓶的鹽巴了 好珍貴喔 全台灣現在唯一的 一顆藍鮑魚 謝謝 如何 謝謝 好可愛喔 然後都不用任何調味 不用任何調味 它是不是本身就有一些鹹度 對 一點點鹹鹹的 不過是深海鮑魚味道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對不對 好像一位的小屁屁喔 真的 對 媽媽喜歡那個 我硬要想一個 那我要想一個 感覺 感覺像海蠢 人在舌淚上奔跑 海蠢 但是我必須老實講 肌膚處理的也很好 對 因為它的熟度也剛好 然後有一點點這個 威士忌的香氣 對 那你不覺得每次吃完大餐 肚子都很脹 然後都覺得 很汗 自己胃很小 然後很怕隔一天很胖 然後體重會增加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大家那麼會吃 一定有一些 配布 肉配雞 那尤其我 就特別會吃 你一定有在試吃 你一定要皮布啊 然後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好 吃大餐的時候 是我最幸福的時候 可是每次幸福完了之後 我就開始傷腦筋了 因為就想說 真的很不順的時候 該怎麼辦 而且你們不覺得 剛剛在吃 就是吃得很開心 每次大魚大肉的時候 你就會忘記 要吃蔬菜跟水果 你就會覺得 對 你就會覺得 它們好像不重要 但是有一次 我們家人剛好過世 然後那就是要 如素一個多月 想說都吃蔬菜水果 那我一定會很順暢 結果 我反而更嚴重 怎麼會這樣 而且那個月真的很恐怖 因為我已經到一個 就是打嗝的時候 就會忽然覺得自己有味道 然後有一天 還好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在 我在摺蓮花的時候 摺一摺 我不小心就 哺了一幾聲 怎麼會臭成這樣 我沒有聞過這種臭味 然後我想說 我的身體怎麼了 然後那個味道實在難聞到 我就想說 如果我老公這時候在旁邊 我一定恨不得去撞牆 後來因為那一次 我真的嚇到之後 我就開始一直希望 可以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然後最後 我就有一個自己的 仙女養成素 纖維的鮮 纖維的鮮 就是這個 我跟你們說 仙女牛牛 好可愛喔 是不是很符合我 沒有 我都用它 來完成我的 仙女養成素二部曲 我可以怎麼形容它 我覺得它比較像 搶救雷恩大兵 它會派出兩個部隊 來幫你維持你的 性能 對 它的首部曲呢 就是我們的分解大菌 我的分解大菌呢 它裡面 有十九種 可以分解食物的 超級消化酵素 對 它不像有一些益生菌 其實它裡面可能就會倡導說 有某種水果酵素 或是某一個單一的品項 這個裡面全部都有 對 然後第二個 第二部曲呢 就是我的排空大菌 對 我的排空大菌 它裡面其實是有 日本專利的 水溶性膳食纖維 對 水溶性膳食纖維 它可以幫助你的腸道蠕動 對 幫助腸道蠕動呢 就好像你的體內有一隻掃把 它一直幫你把不好的東西 掃出去 就是太多不好的東西 把它掃出去之後呢 你就會覺得順暢了 順暢之後你就會覺得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人 就是很多東西堆積在你 一順暢之後 就覺得整個行業也輕鬆 而且很好吃耶 我覺得吃起來 有點像那個養樂多的味道 像養樂必思的味道 對 很好吃耶 很好吃 而且其實我覺得台灣 現在有這個排便問題的人 其實很多 但是這個佩基剛剛說 吃這個二部曲 可以讓我們真的變成仙女嗎 因為講這二部曲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要先分解 分解完之後再代謝 就是我們講二部曲嘛 那其實我們剛剛一直提到說 其實一開始營養師就是說 你在吃大魚大肉的時候 其實要記得吃蔬菜喔 對啊 我們都忘記了 對 因為蔬菜裡面有很多的 所謂的酵素 因為人體有一半的酵素 是必須從食物攝取來 那如果攝取不夠的話 你譬如說你吃進來的蛋白質 吃進來的碳水化物 你就沒有辦法就是把它分解 所以你的腸胃道 就會負擔很大 所以這個酵素補充呢 就是很像我們大剪刀的概念 幫我們吃下去 就是把它切切切切 切成比較小分子 那我們腸道吸 就是可以分解之後 可以吸收利油 然後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有那個 所謂的水溶性腺食纖維 對 那它跟非水溶性 其實是不太一樣 而且它這個是有添加專利的 對 對 它有專利的水溶性腺 它可以幫助我們吸附水分 然後它就會膨脹嘛 膨脹之後就是會刺激 比我們的腸道蠕動 那我們就會有想要上廁所 而且它能夠保濕 保水 我們上廁所 也比較不會那麼不舒服 就是會比較順暢的上就對了 會這麼乾就對了 對 感覺好厲害喔 不是這樣 我的仙女妞妞 她還開外掛 怎麼 外掛 而且這也太厲害了 那白話讓大家明白 因為它裡面有 二十一個優勢菌株 還有 一百零一億的活菌大菌 一百零一億 太厲害了 而且它就在我的 在我的身體裡面 跟那些壞菌你知道 搶地盤的概念 你知道嗎 所以我都知道很多 女性朋友們 你剛剛說你有朋友嗎 沒有 都其實是 你難怪沒有 其實是真的 我一開始不知道這種產品 後來發現他們包包裡面 當然有些 我大部分認識 但常常會出現這種 一條條包包 對 然後我問了好幾個發現 每一個都有 對 所以他們有時候也問我說 吃做什麼菜 他們會容易排名 對 我覺得剛剛講 譬如因為其實我自己 雖然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但是我還是有 部落客的工作要做 所以其實在忙碌的時候 你有時候真的是 狼吞虎咽 快速吃飽就好 你根本不會去在乎到 自己吃了多少的蔬菜跟水果 所以像這個仙女妞妞 她一包裡面 其實她一包就有點 等同於我們一條地瓜 或者是一根香蕉 對 那你一天兩包 我覺得就可以 好厲害喔 而且這麼好吃一天兩包 真的會覺得很簡單 就可以做到 對 就是完全無負擔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 更安心地吃大餐 我真的覺得 能吃就是福 要吃得很開心 然後享受美食 又吃得沒有負擔 這才是享受 沒錯 而且今天我們分享了 這麼多的頂級食材 以前我們都覺得 要花很多錢上館子才能吃到 但是館子畢竟也不能天天去 所以今天兩位這個帥主廚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方式 讓我們在家 也可以自己處理這些頂級食材 今天非常謝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 我們好幸福 天板燒 趕快接受到的預約囉 天板燒 下次見囉 謝謝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